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综合测算 春节假期全国旅游借贷总人数4.15亿人次 同比增长7.6% 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 同比增长8.2% 旅游过年已经成为了新民俗 家庭游 敬老游 亲子游 文化休闲游 成为节日期间主流的旅游休闲方式